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晚上顺利带来的 DOTA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HV对战WINS的第二场 还是DPL的比赛 还是DPL的比赛 那么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WINS有没有什么变化 有没有什么变化 上一场比赛 这个沙漏卡尔也是打的 上一场比赛 沙漏卡尔杀过人吗 我看一下 算了我不想点开这个 点开这个的话会看到比赛结果 这样的话会影响我解说的一个质量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这个实战发挥吧 还是 是看一下实战 看完这场以后 我们再看一下上一场的比赛记录 这场比赛GV是搬掉了马加纳斯大鱼 然后WINS继续搬掉大胜和亚巴顿 前两手的男人方面 GV一手抢了一个小强 还是打了一个三号位 这场比赛还是比较注重三号位的 这个抢人 WINS是前两手的拉比克剑胜 一个 这个剑胜 剑胜一般是杀的 剑胜一般是杀的去打 应该是杀的一号位的剑胜 然后五号位的拉比克 应该是这样 来看一下后续的这个BPA WINS在三四手搬掉的是VS和TB HV搬掉的是莉娜和这个TA WINS这场比赛不知道准备去拿什么套路 我们慢慢看 他们这个猜人 猜他们的男人呢 不太好猜 我们来猜一下HV的 HV在搬掉了莉娜和TA以后呢 主要还是去保这个卡尔这个点 三号位方面搬掉了马加纳斯和大鱼以后 他们自己应该不会轻易去打狗这个英雄 狗去配小强的话应该还可以 但是由于他们一般 卡尔这个英雄都是交给决者去打 应该一般是交给决者打 所以他们这个一号位 Skada的英雄池 主要还是围绕一些天梯比较热门的英雄 他在一些就是比赛项的一号位 可能打的练的不是特别多 应该是不太多 WINS的这个三四手 男人好快啊 他们的备用时间已经用光了 三四手非常快的拿出了杀王加上这个小精灵 杀王加小精灵 HV第三手拿出了一个冰女 一号位比较有可能出场的 好像还是狗 好像还是狗 不是狗的话 有可能给Skada去打一个一号位的伐木机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WINS拿了一个小精灵 小精灵的话 现在他们这个阵容里面果然还是狗 果然还是狗 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WINS有可能拿的是谁 WINS搬掉的这些人 搬掉的是一个WINS搬掉了一个TB TB这个英雄一般是用来打狗的 他们自己搬了自己也没有拿狗 所以呢应该是 应该又是可能想去测试点什么新的东西 应该可能是想去测试点 看看第五手的搬人吧 IGV最后一手目前还差的是一个四号位或者三号位 但应该是个四号位的英雄 Dogfights的英雄里面影刺算是一个 现在土猫被绊了的话影刺 光法赏金他用的少 影刺光法还有屠夫 这个是他用的比较多的英雄 最后一手HV搬掉了熊战 搬掉熊战的话 看看HV最后一手 感觉屠夫或者是 隐私这张比赛其实也不错 或者萨尔也行 萨尔也可以 萨尔比较克制小精灵 除了萨尔以外还可以拿的英雄 应该就是 我选择拿了个术士 术士加冰女的这个双酱油 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的 那么一点点的僵硬 我去 我去 把这个 把这个行字挡上 把这个行字挡上 我以为看见的是乱死的 我跟你讲 精灵小小 精灵小小 剑胜杀王 拉比克 精灵小小的体系一般不会去配剑胜 这个是国外队伍从来没有开发过的 因为精灵小小这个体系在流行的时候还没有剑胜中单的这个套路 那个年代还没有这个套路 看看这场比赛的实战吧 看看实战发挥的怎么样 上骨体系 何止是上骨啊 我们这里由于这个比赛这个我们是一个录像啊 还因为刚刚结束的录像我们这里来进入到比赛当中 快速快速的进入比赛 这里一战卡尔给挖天火 Wins跳刀的小小 果然是杀斗的一个奸胜 外队的拉比克 菲斯边的一个杀王 这场比赛从男人方面来看到的都是比较正常 不过说实话 二兵的小精灵我真是见的少 小精灵这个英雄在有一段时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有一段时间Wins挺爱用这个东西的 有一段时间很多队伍跟Wins打的时候都会去搬这个小精灵 所以Wins其实队伍他们是会用小精灵 只不过就是由于他们打的套路体系实在是太多了 一般来说是搬不过来的 你想他们在这个职业比赛 有TI上面引用一张当时网上的那个图 我不知道那个图是真的还是假的 反正当时 当然可能有多少有点夸张的成分 这里直接把这个数给破了 当然多少可能有点夸张的成分 就是当时那个 是PPT吧 还是谁啊 跟Wins打价 跟Wins打这个打比赛 然后当时有人把这个BP的数据 把BP的这个记录 数据单子 然后呢交给那人手里的 然后看了两眼直接扔了 直接扔了 他们主要体系打的太多 他们选人完全看心情 所以这个东西也没法弄 好像就是PPT也没记错的话 那小小 这扬比赛还不是中单的小小 是中单杀斗的坚持 这是要干嘛呀 Wins这帮人 培养杀斗打中单的能力 还是在比赛里培养啊 行 也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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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有一支队伍研究Wins的这个BP 研究的最好的是 是EG还是谁 我忘了 他们在打这个Wins的BP的时候 打的相对来说最成熟的一个 他们当时的前两手班人 就是在班这个小精灵 在班Wins的这个小精灵 当时算是效果不错的 一个班人的套路 Face边这里直接选择 是一张TP回的 因为一级他生的这个 腐蚀毒被对方发现了 所以是干脆直接一张TP走了 不在线上浪了 因为下一波你的这个技能 再想给上来的话 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小强这里暂时还是一级 小精灵过来接着去帮 那么装备方面 小精灵并没有选择 速瓶子的出门装 而还是选择去做 尽量多的去带一些初始的补给 由于现在初始的补给 大药还有小蓝 不会被冰打断 所以这个 小精灵也不用非得说 玩了命的先去出瓶子 前期做一些基本的补给 装还是不错的 有观众说这场比赛 我的加速没有加速 这场比赛还是 这里中落 中落杀的这个位置是单杀的 这个应该是配合杀的吧 配合击杀的一波 给了一个局 给了一个局 给了一个 这波是怎么杀的呀 你倒回去看一下 我又不太想倒 我又不太想倒 倒回去一会儿 路向要出bug 路向要出bug 算了不倒了 杀都在中落去击杀掉对方的 这个局者的卡尔的话 多少有点让我意外 说实话主要是因为 这波没有去看 多少有点意外 Skala的小狗 现在的补刀是11-4 下路的小小呢 是11-1 双方的三号位 目前发育 都是比较艰难 小强是一个 看一下 Dogfiles的冰女 这里给上一个穿刺 一个平A 减速 再给一个平A 直接A死 这里四号位的冰女 我确实觉得 这个四号位的冰女 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这里小精灵连过来 开转 这里撅着单杀掉了 对方的一个小精灵 以后双方都是吃了一个 仙灵火 护袖了一波 最后还是被 WINS的杀到先拿到 这个人头 那这样的话 WINS这个中路还没算崩 如果不是 最后的这一发 鲜火的话 这有可能就是被 对方卡尔的一波 1v2 反杀 而且是反杀两个人 拿一波双杀 中路一个单杀 对方两个人以后 这个卡尔的节奏 就挡不住了 这波卡尔其实也还是很赚 因为他经济都归他自己 就是说 击杀掉对方 这两个人的经济 都是他的 不过由于他 他去击杀对方 这个 剑胜的时候 他已经死了 所以他拿不到 一个范围金钱 所以你看这个卡尔 在击杀掉 这个WINS的杀到以后 他只拿到134块钱 这个134块钱 就是剑胜的 110块钱的基础的 这个钱 还有三级给的这个 等级的奖励 每一级8块钱 给的这个等级奖励 扔过一个兵 砸屎上了 砸屎上了 直接把自己给晕了 看下落这里 是一波动手 一个VT二连 打出来 还有一个最后 外队给一个洛哈能流 拿到这个人头 这场比赛 在前期对线方面 还是打出了一些优势 这个小精灵 这场比赛表现的非常活跃 二兵到现在为止 在下落保这个小脚 保得非常出色 那么在中路的一波 游走方面 虽然说自己被击杀了 不过帮助剑胜 拿到了一个单杀 这个卡尔的人头和经济 大叔据说 WINS老板跑路了 这都是哪的消息 WINS这种战队 你不用担心 他这个老板跑路了 一样会有别人来接盘 那你放心吧 这种队伍收视率的保证 这支队伍是 你别管他们最近成绩怎么样 这绝对是一个收视率的保证 这支队伍 你谁要是把这支队伍 赞助这支队伍的话 你永远不用担心 自己缺少关注度 从我视频最简单 就能看得出来 我随便做一期WINS 只要是WINS的比赛 播放量都是很高的 这真的差距很大 因为他们的这个搬选 就他们的拿人 其实就跟之前那个NBA 你看那个库里 他拿MVP是一个道理 就是库里拿MVP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距离人们更近 就是可能他的先天条件 不如很多的这个 还不如很多的路人 我在路边打篮球 我的身体速度比他好 但是他能够去进到 这个NBA拿到总冠军 所以很多人去愿意去选他 WINS也是一样 那WINS一天到晚 拿一堆路人阵容 拿一堆什么 贴吧套路 贴吧 十万分大神的套路 然后他们拿到 贴总冠军 这支队伍不用担心 没有收视率 看一下Face边 Face边 Face边 这卡尔一发电火 炸到 拿到这个人头吗 没有 还是被小狗拿到了 还是被小狗拿到了 这个人头 这样的卡尔稍微有点亏 卡尔没有拿到钱 也没有拿到这个经验 宝哥直播的时候说的 跑就跑吧 无所谓了 你像这种老板 这种队伍 你都不去好好去暂住 去抓住这个机会 你都要跑路的话 只能这么一眼 眼光也就到这了 看一下WINS 跳到这里 给上一个知名连接 不过这知名连接 好像等级好低 一级的吧 果然 一级的一个知名连接 就连了仨人 掉表多少血 小小现在这个状态 表持着相当不错 六级以后呢 也是选择了三级的ROM 二级的V 看一下Face边 在上路 对方这个真眼 差的稍微有点慢 而且即便是插上 好像也打不死 我们来看一下经济 目前小狗经济全场第一 经济第二的是 小和剑兽 两个人差不太多 卡尔现在目前 暂时排在第四 小小加上精灵 这个组合 是卡尔特别烦的 一个组合 因为卡尔本身 就是需要在这个团战当中 不断的去切入 找自己的一个位置 然后去放技能 但是精灵小小这个体积 拿出来以后 有的时候就是强冲你脸 飞到你的屁股后面 直接就给你VT2脸 没事 你实在不行了 对吧 你实在不行 找不着老板 你就跟贼酒说去 唯一大酒神 你跟贼酒说去 你说贼酒 Mins没老板了 Mins没有老板了 你看这个事怎么办呢 对不对 要不你把你的暖宝宝 你把你的暖宝宝 再弄一个 你除了暖宝宝 再弄个卫生巾 哎呀 这波 哎 第一下 还是没有被卡尔天火炸死 还是没有被这个天火炸死 对吧 正好Wins的这个图标 Wins这个对标 还有这个名字 这名字很适合嘛 对不对 很适合嘛 看下这真眼提前插出来 一个大招打出来 沙洛这一波 配合小精灵 又是强行击杀掉了 对方拒绝者的卡尔 卡尔现在真的不肥 你看杀的一次 沙洛杀的一次在214块钱 小小的T怎么扔英雄 离得最近的人 你只要保持你跟对方 离得最近 你的身体某一部分 进入到对方的某一部分里面 基本上你肯定能扔到他 也去这里挑刀过来吃一把赏金神佛 小强现在的这个状态 想去单杀这个挑刀 即便就是配合卡尔的天火 肯定也是做不到的 冰女这关过来了 穿刺 没躲开 冰女给到技能 卡尔的天火 接上 血量有点多啊 VAT 一拳到 反杀一个 反杀了一个 我去 小强这得亏 自己攻击力还算是比较高 有没有队友能过来空一手 拉比克来的稍微慢了一点 拉比克刚才如果他在下路 这个地方是开悟赶过来的话 这应该就赶上了 我说的没错啊 你跟对方的英雄重叠在一起的时候 你确实身体某一部分 是跟进入到对方身体里面的呀 卡尔的天火又没扎到 这场比赛 WINCE这帮人躲 卡尔天火躲的真的是6 你重叠站在一起的时候 是会有一部分进入到别人身体里的呀 这个我没受错的呀 小精灵这边要死了 小精灵这边要死了 穿刺起来 一个平A 一个平A 直接带走 这场比赛打到游戏精到十分钟 六点时间 双方人都来到6比6 那么WINCE在前期积累的优势 现在已经是差不多化为乌有了 虽然说双方一直处在一个拉锯 的状态 但是这个精灵小小的体系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见到特别多的一个效果 收效一般 斯卡尔这里身上是攥着一个狂暴 B张加上TP 这里给上一套技能 穿刺给上来 狂暴还没开 举起来落地 来不及 钻 直接被冰A死了 好多人分这个钱 一共182块钱 四个人分 平均每个人能分 40 44块5毛好像是 没错吧 182除以4 41-6 还剩20 然后4520 好像是 不对 45块0 这个位置 飞死边 飞死边 这个加血加的好坏 这个加血加的好坏 小精灵 这个地方疯狂的给回解 剑上的棒子 加上瓶子 精灵 精灵没有刀6 不是问题啊 精灵没有刀6 不是问题啊 精灵这个东西 他在前期 你去配合自己的队友 进行很多的 反杀的机会 也是很多的 尤其是配小脚这个货 反杀能力 反杀能力爆炸的 这个东西 卡尔的天火 看看在什么时候给 这里小精灵连过来 开始给加血 还是要被天火炸死 但是冰女这边被带走 能不能再扩大一下战果 剑上这里没有大 有15个魔伐 蓝是够大 小精灵往前飞一下 一个 一穿丝 卡尔陨石 我去 这一波又被三杀了吗 难道 还差一下 A死了一个 A死了一个 拉比克 小强自己被这个 杀王的腐蚀毒带走 决结者这个地方 被剑上开转 想要去强行换掉对方 二兵的这个 小精灵也是没有能够成功 没有能够成功 那这波团战最终的一个结果 是打成了一波 假设就是一波二换三吧 假设就是一波二换三 我们这里应该是快到 不是快到时间了 灌一下瓶子 果然 灌一下瓶子 中路 小小跳刀了 未提二连 过来直接秒掉 游冰女 手死 死得太快 确实死得太快 小小现在是 已经做出了自己的 这个甲腿跳刀 下一条装备 准备去出引刀 小小的天赋 挺有意思的 其实 小小的天赋 它实际是给你 12点智力 或者是6点力量 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要144点的蓝 还是要120点的血 然后呢 25级天赋 是35的移速 或者是60的攻击力 对于小小来说 如果二层天赋 选60攻击力的话 也就意味着 它在满级以后 不用满级 不用满级 就是它有三级大以后 基本上就可以拥有一个 我小强 这波技能 给的非常漂亮 放狗 剑胜无敌斩 直接给出来 剑胜开转 这里能不能A死 差一下 差一下 没弄死 腐蚀罗 这个爆出来的时间太慢了 这波伤害 其实主要是 给在了对方的小强身上 如果追点Skada的话 说不定 说不定就 更早的就选择撤退了 这波拜拜 对对方这个小强带狗 找了一波机会 那么现在经济方面呢 据者的这个卡尔 已经是补到了全场第二 跟小狗差不太多了 而现在小小跟剑胜 两个人的经济是落下来了 三号为Face边 比对方小强要稍微好一点 不过小强本身也不怎么刷钱 开发圣坛 把自己的状态补一下 小精灵现在有大的 下路应该是要打 小精灵要带人飞过来 一个一穿二 带着过来的是 杀 没有选择带小小 让小小自己靠着高移速 和这个跳刀 往战场再慢慢赶 小小过来 VT二连 给到对方兵女身上 但是没有死 小精灵时间到了 把剑胜给带回去了 为什么要把一个满血剑胜 给带回去 我感觉操作失误了吧 这个地方 这个好像没必要 把这个满血剑胜带回去吧 不知道是操作失误了 还是刚才有什么细节 我没有观察到 反正这个地方 感觉好像把这个满血的 剑胜带回去 不是特别有必要 小强 九级有大 带狗 转出来 有没有针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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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一个扫描 扫到对方的人了 没有针眼 有一个粉 杀到这里 直接开转 对方这个小强 开辟一个穿刺 过来以后 VT2连找到卡尔 还差一下 差一下一拳 直接抡死了 卡尔的天火和陨石 都没有砸到人 小精灵这个位置 是被对方带走了 好像是砸到了小精灵了 是不是这个位置 直接被沙头给砍死 那么小小跟坚胜 加上了费斯边 刚才的这波团战 真的打的那次 这里又是一个穿刺 VT2连 打在狗身上 斯卡拉开始反身 挠这个外队 外队这里被挠死 沙头开始往上追 这波肯定是要死 就看谁拿这个人头 最后是沙头给上一发 净化刀以后 直接捶死 小小过来以后 拿到一个防御塔前 这样的话 VT这帮人是一波肥 一波肥 因为收人头的全是大哥 这一波 跳刀收到了一个 决者的卡尔 然后沙头收到了一个 这个术士 沙头又收到了一个小狗 然后跳刀收到了一个防御塔 两个大哥 这一波肥 经济直接是反超了 对方的收大哥 来到第一点 怎么半天都没有弹幕了 我这房间是又出问题了吗 我弹幕插件 你们快给我刷几个火箭 我看我是不是弹幕插件出问题了 看这小强带狗 小强带狗 这边有一个隐身的沙头 还有一个隐身的沙头 看看这个隐身的沙头能不能够起到一些作用 这里小强 小强 小强这位肯定是要死 剑圣从后排过来以后 对方这有三个人 精灵带小小的话 精灵现在是有大的 但是精灵和小小是不是在一起 离得有点远 离得有点远 这哥俩 跳刀现在是一个引刀加跳刀 跳刀引刀加跳刀 不过说实话 从这场比赛 你看巨绝者的卡尔 他的刷钱的一个速度 还有他的出装方面的选择 明显感觉还是一个 比较资深的一个玩 这个卡尔的选手 毕竟是一个 以前他是一个中国第一个 八千分的人 虽然他上八千分 是拿黑鸟冲上去 但是他的卡尔打的也比较多 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 17分钟 还是看不太出来 这个比赛的走势 从双方这个阵容 中期团战的抱团能力来说的话 我个人更看好IGV IGV这个阵容 他在团战的时候 各种的兼容性比较高的技能 容错率比较高的技能比较多 而现在WINCE这帮人 没有人去出这个 这小条条要死了 卡尔发天火 直接秒 这里小 这个 外队 外队也要死 外队这边运气也不太好 偷到的是一个 哎呦 还被穿刺到了皮上边 小精灵 带着队友飞过来 是杀到的这个剑上 剑上这里直接开转 给让一个散尸 带走对方的小强 不过这波好亏啊 好亏啊 这波 杀到这波直接选择撤了 不跟小精灵一起走了 大叔你觉得以后拒绝者 还有机会在大赛里面拿卡尔吗 肯定可以啊 肯定可以拿的 卡尔这个英雄 绝对不值得去上一半和二半的 如果你打的不是利亏的 如果你的对手不是Miracle的话 这个英雄是没道理上一半或者二半的 这里偷到的一个吹风 给让一个吹风 凡尹有没有 立上一把针眼 这个针眼立的位置一般 但是有一个绝 扔回来以后 卡尔给让一个陨石 看看二冰自己的血量怎么说 二冰自己的血量还行 卡尔这波为什么要自己一个人 跑到这儿过来单杀一个小精灵呢 他好像是埋伏在这个地方 知道小精灵是从这个地方会飞回来 然后自己想过来单杀一波小精灵 小精灵的这个血量 对于现在的卡尔来说 就是吹风加上一个天火 然后直接一顿平A就死了 如果怕不稳的话 就是吹风天火 给一个吉老 然后A两下差不多就死了 跳刀的小脚这样比赛 其实从经济上来讲的话 不算飞 就是以这个精灵小脚的一个体系而言 这个小脚不算飞 这里应该是想要一个想秒 我可以的呀 这个小脚 这个小脚 这小脚可以的呀 这是怎么看见的呀 刚才小脚没路过这个眼的范围吧 这波开窝 看一下开窝 马上撞 外队这里给一个吹风 这个吹风很漂亮 杀到开转往前走 冰女这里摇了一个大招 杀到现在手里出算一个大招了 看看舍不着的开 开了还是开了 开了就斩回来 先把对方的这个地狱火弄死 地狱火是被一个弱化能流弄死 外队这个地方运气真的不错 他过来以后的第一个吹风 正好吹到了一个带着狗 跳到他身边的一个小墙 等于拒绝者 这波又是在团战的时候 第一波死于非命 这个团 这波团战应该说 作为WINS来说 运气和实力各占一半 这波团战能赢 如果不是外队 刚才正好一个 手里攥着一发吹风的话 这波团战应该是疯了的 这个小狗开狂暴 进来挠一波 输出好高啊 这个暗灭狗 暗灭狗这个东西输出还是高 这里扔回来 小强给上一个 这里给上一个V 小强一个双叉 漂亮 好像还是一个一穿三 二兵的小英雅能不能连走 远处好像没有队友 没有够得着的队友 杀到这里 强行砍死对方的小狗 天火炸掉了一个跳刀的小小 沙王大吊穿三连 过来以后 这里对方小强开皮 定一手非此边 非此边再被对方给上一个穿刺 卡尔赶到战场 一个吹风 杀到这里立上一个棒子 这里卡尔给上一个磁暴 加上一个吉老 这个刀 这里开转往回走 能不能走掉 卡尔这一发天火 炸到 nice 这场比赛 这位决绝者的卡尔发挥的 在团战当中真的是完美 真的是完美 这波盾居然硬生生 是没让打掉 小狗自己一个人 是一个人冲进这个肉带里面 把你先打断一下 你这个打盾的节奏 然后在团战当中 吃了无数的伤害 最后自己一个人被击杀 小强这波团战确实漂亮 各种开皮打断对方技能 这里卡尔最后是拿到了这个肉带 拿到肉带盾 小小VT2连 直接秒掉对方的一个冰女 这里开引刀 往回撤 小强一跳刀过来 给人一个穿刺 一个陨石 一个推波 我去这个 拒绝者这个卡尔太强了 这波团战 再给让一个吹风 立冰墙了 立冰墙吧 要立一个冰墙 但是根本就没有用到 对方这波 这个wins又开始 这个投影的问题了 wins这支队伍 他们每次输比赛 大部分的情形状况 都是这个原因 就是莫名其妙的投影 等于这两波团战 是连续送了对方八个人头 对方这连续两波团战 打了一个二换八 第一次打的是一个一换五 第二次打了一个一换三 你第一次如果说 对方小狗一换五的话 你还说得过去 但是第二次 你神经是一个冰女的一换三啊 冰女的是一个一换三啊 wins这支队伍 他们在这个 就是每一次黑 都是黑在这个团战上面 就团战的时候 这种过度的投影 呃 其实过度的投影 有的时候也可以理解成 就是对于比赛局势判断的 不够准备 这费斯边 绕了一圈 诶 看见对方了 一个跳刀走 再一个推推 接着走 绕树联 往外接着走 卡尔给了一把天火 往下猜的位置 但是这个费斯边 选择的是往上走 一张TP 选择是找上路的一个卡尔 卡尔现在杀一次可值钱了 现在卡尔杀一次可值钱了 这些杀王给一个穿刺 定住 那么聚业者这个交盾 而且这个位置队友过不来 队友过不来 剑阵开转 下来VT二连 卡尔给一发吹风 还是被杀都给赚死了 448块钱 主宰比赛被终结 绝对者这波代线 太自信了 这两张TP 看看杀到 杀到现在手里还有大 有大有这个散尸 这个穿测中 这里外队是偷了一个 偷了个幽灵万步 偷了个幽灵万步 我去 这里撞人了 撞人了 撞到对方上了 这儿有真牙 这儿有真牙 赶紧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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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哥俩 这里杀王直接是跳楼家 推推 外队这儿一个幽灵万步 Face边手里一个隐身符 杀到现在山上 这个分身 加上一个散尸 下来专备 准备去出一个跳楼 这个暴击怎么感觉这么高 杀到这个暴击 一个穿测 卡尔街天火 一套技能 直接秒 这个小强带狗 加卡尔天火 找人 这个伤害确实有点太高 引刀的小小 引刀的小小 看看对方这个小狗 有没有机会 这里扔过来 VT二连 杀王大吊 穿三连 这一套技能 给的也非常漂亮 又是一个一穿三 皮 加上一个穿测 把对方四个人 全部定在了原地 这一个小强真的是打出来了一个 这个小强真的是打出一个潮汐的效果 IGV这个三号位 他们这个三号位在控制一型英雄 当然现在三号位基本都是控制一型英雄 但这个家伙 他在控制方面确实相当相当的到位 他的蝙蝠和小强 这两个英雄都是用的太好了 实在是 讲道理的说 他的那种就是半输出型的 发育型的三号位 他打的一般 但是就这种节奏型三号位 他打的太出色了 你给他一个亚巴顿之类的英雄 他打的我觉得一般 没有特别出彩的表现 包括还有像这个马格纳斯之类的 好像没有特别出彩的表现 但是他的这个蝙蝠小强 这一类英雄确实太牛了 伊利丹455 大叔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龙印吧 还是谁了 哇 哇哇哇哇 是谁了 小小现在是挑导引刀BKB 挑导引刀BKB 刚正面的话 他现在需要一仗啊 而且对方这个阵容 小小刚正面是不怕狗的 他是完全不怕狗的 杀到这里是 下来手一波下路高地 那么自己的人在外面兜了一圈 这个卡尔的天火 贝斯边这边又是直接被秒 拿对方的这个小强 秒人真的是一点半分都没有 这也偷了对方小强 一个法律人烧 你是燕子呀 好吧好吧 原来是唐贱燕 绝对方给吹风 看看后边技能怎么接 先扔上了一个 扔了一个冰墙 这里 跳刀根本就懒得理他 直接选择一拳 都把塔拿掉以后 开引刀撤 看一下对方支援上来的 这个小强 小强这波感觉跳刀要死 感觉跳刀要死了 穿刺 小狗出来给输出 一发天火 小精灵这里开大 想救 没有来得及 这个小强带狗 小强带狗加卡尔的这个天火 伤害秒人 他也太强了 实在是 这里贝斯边应该是想要找机会 就给大家穿三连 这个推推位置还不错 反身的一个穿刺 这里偷到了一个法律人烧 偷一口 就抽了一口 结果被对方给弹到了 不应可跳刀想要买活 剑上给无敌斩 这波团要接 这波团要接 这拿头接 你这波团啊 沙豆再往后撤 看一下沙豆现在大招 加上自己的转都已经用过了 把对方的所有人都是牵扯过来了 但是自己好像是逃不掉 虽然有16个魔伴 16个魔伴吃了 可以开下一个转 能不能开出来 开出来来不及了 自己掉血掉太快了 跳刀这波买活摆买 那这样的话 Winz这场比赛应该是走远了 连续的团战不利 连续的团战不利 加上自己的这个经济方面 也没有明显的一个优势 大哥的经济现在已经是被对方给抄的比较多了 挑刀的这波买活也并没有找到很好的一个机会 等级方面也是全面落后 精灵小小的体系的话 往大后拖是可以拖的 但是现在对方给不给你这个机会就是问题 小小现在要赶紧接着去刷自己的一个经济 这波是比较崩 这波真的是比较崩 上路这里非此边又是再一次被对方拿这套 看一下BKB的这个小小 但是没有A仗 输出还是有点乏力 一拳一拳的抡的话这个伤害打的太少了呀 这里扔一下 对方这里直接开皮 外队被秒 舒适 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开始直接去配合队友进行击杀 Skala这里完成了一波三杀 可以G了其实已经 已经可以G了 反正这个比赛啊 你要说WINS输给HV的话 我倒觉得比较正常 因为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因为前两天我不知道我上传的视频 有没有 我说这话就是有没有上传的视频啊 就是有观众一直在问我基辅特领赛 那个看好哪支队伍 我就跟大家说 我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IGV 大家可以去关注IGV IGV这支队伍在最近的这个状态 是我自他们舰队到现在为止 自舰队到现在为止看到的状态最好的一段时间 没有之一 而且这个IGV这支队伍 其实很佩服这支队伍的管理层 他们在这支队伍很长时间都没有什么特别像样的成绩的情况下 非常努力的维持了阵容的稳定 非常非常努力的维持这个阵容的稳定 这个对于一支队伍的出成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把五个大神聚在一起 这个就如同你把五个NBA的顶级球星都聚集在一起是一样的 球只有一个 那么你反馈到这个游戏当中也是一样的道理 经济就是那么多 总的经济你能够拿到的经济就是这么多 你五个都需要经济的人放在一起的话 你这个队伍就是出不了成绩 这里小金灵要直接被带走 跳刀跟肩上两个人在中午找到了一个术士 大叔这口奶我认了 当初就是这么奶 硬死的奶了个TI冠军 卡尔这里吹风 磁暴冰墙给出来 跳刀这波开BKB 直接选择一张TP走人 跳刀这波还是比较稳健 不一定 不一定IGV说在基辅上能拿冠军 但是这支队伍的成绩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 我很钦佩一支队伍 在没有成绩的情况下 所有人还能一起在努力的训练 保持人员的稳定 这个不单纯是队员的努力 这个对于管理层来说 就是一个俱乐部 他的管理层 他的各方面的后勤配备 还有他的老板 都是很大的一个考验 我觉得一个队伍能在这种情况下 保持阵容稳定 真的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这里小小又要死 一个天我 还是老三样 这里小精灵连过来 一个打车救下来了 小小好像突然间变硬了 小小感觉突然间变硬了 这个时候IGV选择继续过来打盾 小狗相信这个装备 是比较豪华了 下一个装备打云锤 一个扫描 扫到对方在打盾 但是这波说实话 也不敢过来接 这个团啊 按照Winx的性格 他是敢接 但是他可能觉得过去 已经来不及了 对方小狗装备太好 打得快 小小这块装备方面 也是选择出了一个板甲 刚才这波没有死 也是一个板甲的功劳 不选择出A仗 选择直接去做墙棋了 不做A仗 直接做墙棋的话 这样比赛翻不过来了 感觉 感觉是翻不过来了 因为他们现在这个 现在小小如果没有A仗 去辅助帮助他 快速去刷钱和倾线 其实小小的A仗的效果 远远不止在团战当中的时候 那个建设伤害 他最大的价值在于 你推线的时候 你可以两巴掌一波线 然后直接就走人了 包括你打野的时候 速度也一样 就原来你打这波 也需要5秒钟 你现在2秒钟打完 然后你直接走 不在于你打钱快了 而在于你花的时间少了以后 这里卡尔开出BKB 这也没转了 这个就完全没转了 看下卡尔这里一个 一个兵 一个兵甲 出来看到对方的人 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这里一个锤包 拿到小金城的人头 落地直接死 上路这个Face边开始带线了 这个Wins这帮人开始带线了 没办法 这种时候如果再不带线的话 就真的是没机会了 Face边这场比赛的经济 其实还是保持的不错 作为一个三号位来说 这场比赛 在中期团战十分不利的情况下 还是做出了自己的 跳刀推推 加上一个依仗 而且相当到位的 看下这里小狗又是过来 直接配合这个小强 加上卡尔的天火 没配天火 就是一个平一个穿刺 再加上小狗 IGV这支队 我觉得是未来一段时间里面 中国就起码在中国自己的内部 这比较 你像最近的这些队伍 成绩不好的队伍 你去总结一下 他的有很大的一部分因素 都是因为人员的一个变动 进攻赢格观众 防守赢格总冠军 这是一个道理 看一下上路 上路 上路这个位置 还是要死 这波冰甲冰墙一起开 跳到这里直接开启BKB 跳到直接走 一张PP亮起来 外队被对方带走 被牵制 稍微被牵制住了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一直没有找到上高的机会 但是经济和经验方面的差距 一直在不断的拉大 杀王这个时候是在不停的在带线 因为他现在带线相对来说效率高 这个就是 其实就是小小A帐的一个作用 小小在有A帐以后 我一波冰两秒钟清完 清完我就走 你想抓我的话 你不知道我下一波去哪 而且就算你知道我下一波去哪 可能因为我清线太快 你不好找我 卡尔这里发天火 没有炸到 杀王一个穿刺 加跳刀 加推推 赶紧溜 对方这一波没有找到人 没有找到人 给杀王给人一个穿刺 下路高地塔高破 卡尔这一个跳刀 吹风 吹起来 磁暴 加冰墙 离起来以后 Face边已经空蓝了 小狗 小狗在没有狂暴 没有撕裂伤狗的情况下 强行挠了一波 有撕裂伤狗刚才是没有狂暴 现在是狂暴刚好 给扔回去 扔到了杀兜身边 杀兜这里 直接被对方一个天火炸死 是不是得要一个巨变 一个巨变出来以后 挑刀再把对方的这个小狗 给扔回去一次 也偷到了一个卡尔的推波 扔出去一个 推波出去以后 但是下路高地还是高破 几方已经挡不住了 这个已经是挡不住了 三万的经验差 两万的经济差 这个已经不可能扛得住了 一个穿刺 留住 推推往回走一下 这里小狗直接三巴掌 拍死外队的拉比克 已经就全了 上了这里 大吊川三连打出来 但是由于对方的经验 经验太多 等级太高 所以说你这个大吊川三连 打出去以后伤害不够看 你这里Vincent也是打出去 这也恭喜IGV 2比0带走了Vincent 那么也是表现出了 一个非常强悍 强悍的一个实力 另外就是上了 这两场比赛 应该说IGV打的 不管是 有没有卡尔这个英雄 打的都是相当相当的不错 好了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一会儿 三巴大叔 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明天 明天还是下午两点 下午两点的比赛 所以明天还是会有 另外预告一下吧 明天的比赛好像 我记得还是挺精彩的都 我去看一下这个 稍微花点时间啊 咱们直播的观众 也稍微给大家花点时间 预告一下 4月9号 下午的2点 第一场是IG对战VG 这个老队对Burning 第二场下午4点 IG对战Wincent 第三场下午6点 VG打Nuvier 第五场 不是第四场 第四场 这个晚上8点的比赛 是Wincent打VG 所以明天的一个比赛 整体来说 我个人感觉 观赏性还是相当不错 观赏性还是相当不错 好了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三号大叔 我们下场比赛再见